大家好,我是Fashion Boy,九位的商片 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个事情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挣扎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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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久 非常不容易,也想了很多,也问了很多人的意见 最后我决定还是要做这一步 就如同你们在标题所看到的 我将会把经历了4年的品牌,MMS2又关掉 回想起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非常的active,在拍影片 所以我很常会去买服饰,做我的素材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找到了很多不同的货源 我就突然间萌生了,想要开一间网店去卖一些我看中的单品 因为我想要跟你们小飞仙有一个community,有更深的一个联系 我希望这个网店它是有态度的,然后有我们飞仙的这个理念 所以当时我就想了非常非常的久,一直想不到名字 后来是因为我在IKEA、DAMAN SARA跟SOJU20一起拍我的产品照的时候 我们坐下来聊天聊天,才突然间想到名字的 那时候我记得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要用我素人改造的这个节目 MJ Made Me的这个名字来命名我的网店 所以我想想也是我,我卖的东西跟我平时所传达的讯息是一样的东西 那为何不用这个名字 所以我就决定了,怎样把这个名字弄了个品牌 因为MJ Made Me始终不太像是一个brand的名字 所以后来我们决定了,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 就抽里面的三个M出来 最后的六是因为Fashion Boy的这个slogan是��QQ 所以这个MMM Studio就是这样子来的 直到后来Fast Forward,它变成了我的个人品牌 然后我当时就卖了我自己的设计等等 所以这一路走来,其实MMM Studio对我来说 是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情感 比起一个品牌来说,我觉得MM Studio它更加像是一个project 一个我成长的一个印证 它就好比我的素人大改造这样 它是一个疯狂的实验 去实践我一些疯狂的想法 每个M都代表不同的一个名称 一开始是M代表MJ 因为是从我开始 然后到成立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突变Metamorphosis 一直到经历到第三年的时候 它已经成熟了 变成一个真的称得上是一个品牌的品牌了 所以它已经这么确了 那么成蒙大家的爱戴之三年里面 我们都成长得非常非常快 也跟我原定的计划有点偏离 回头一看 其实我也把一开始我set的目标和里程碑 都完全走完了 也是时候为MJ就划算一个完美的据点 我相信支持我的消费线 还有支持我们的客户 你们此刻的心情是跟我是一样的 在这个品牌里面 它富有太多多分的一些会议 但是这不是一个永别 它只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前日子大家一直问我 他去了哪里啊 品牌没有更新 至于我的迷迷也消失了 其实我那段时间我在闭关 我在想如何超越我自己所做过的所有东西 不管是影片也好设计也好 然后我就一直在沉淀的去思考 如何在创新 然后带给你们更加有诚意 更加有设计感的作品 那么经过大半年的这个沉淀很积累 所以我最终找到了我的答案 所以我才觉得很开心 这个群体的品牌 我将这个品牌命名为 Mine Trip 后来找到了一个 我的志同道本的合伙人 陪我一起去训练 因为现在我就想把我的这个合伙人介绍给大家 没错 它就是我的女朋友 其实在大半年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我就是她身边最靠近的人 然后我看完她所经历的一切 陪着她一起从刚开始经历了所有点点滴滴 到现在我们一起整好了之后 再重新的出发 这个真的是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了很多 也体验了很多 我还记得一个最搞笑的事情是 我们在想要取名字的时候 她差点就把品牌的名字叫做Mine Trip 因为这大半年来真的发了很多 Mine Trip 是我们之前都没有预料过的事情 像MJ讲的这样 之前她的东西都做过了 所以新的开始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开始 我反而觉得她在某个前面上 她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也觉得我们要会发生到更多fittyfitty的事情 所以最后我们把品牌命名为Mind Freak 而且是Mind Freak的那个名字 就是你拆开来 单单去解决这两个字的话 它就是脑风 头风 风风的意思 当初我们会从想到后来 决定用这个名字 是启发于我的偶像周星诗的一个经典的角色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 看不穿 这句话完完全全的表达了所有有梦想的人的一个情况 一个经历 因为从来会有人懂一切伟大的发明 创作都是由一个非常疯的idea而开始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的孤独 非常的寂寞 你要很大的勇气去告诉自己 你能做对 你做的东西是对的 要就走一条最孤独 但是最酷的一条路 如果说ML Studio的理念 Filling the Blacks 教你如何去用巧劲 去找到突破后 实现你的梦想的话 我觉得Mindfreak的理念 会是提倡你们去颠覆规则 摆脱框架 然后永远的 踏出舒适圈 去找到你自己都有的特色 去做你自己的王朝 做你自己的国王 所以这次的logo 我们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去设计 那我跟Rivian 我们都喜欢的东西 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呢就想要 哥德封一点的东西 然后他呢就想要 梦幻 可是这个Mindfreak不称 所以叻 我觉得可以搞一点神秘 神秘啊 要魔法吗 要 要一点火带火这样 所以这次我们的logo 他的这个风格上 我们就融合了这些东西 找了一个平衡点 就是一个皇宫 然后这个皇宫 然后这个皇宫是好像 迪士尼这样一个乐园 因为他这是符合我们整个brand的一个主题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心 我们的灵魂 所以这个乐园我命名为 嗯 暂时应该是叫 怪兰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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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肢体 来做一个结合 所以就知道现在这个 轮廓 觉得还蛮帅的 他们都是半夜不睡觉就在画画 我们有时候半夜哦 睡到睡一半会跳起来哦 就画画或者记录我们当下的笔记 差不多六点 然后人间进行在六点 嗯 什么呢 游乐园的铁门 这是整个游乐园的那个shade ok 我们全新的这个麦菲的logo 我们想设计一体两用的logo 至于这整个logo的理念 还有背后的意义 它其实还有暗藏很多 巧识 还有一些伏笔 先麦个罐子 我们过后再给你们意义的解释 接下来我们会做的设计 更多的会取向于它的手绘 和手画 如果你们之前有关注它的一些作品的话 都知道它其实是真的很配画画 所以在我们这些舞台里面 除了有它很大胆的想法 有它很独特的设计 还有它的手绘之外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卖点 是因为有时候 男神所谓想象中很疯狂很野的东西 每个朋友会不会喜欢 因为你朋友自己 有自己的boyfriend material 然后可以带回家里等等的 以前原本我是一个不设计的人 是半年的买棋 也学会设计 不可以讲说我真的很厉害 但是在新的系列里面 有我两款吧 是我自己设计的 总和总买 因为这一次其实很兴奋 也很紧张 也感觉很勤奋 也感觉很勤奋 所以我们两个是勤奋 然后现在我们第一次一起合作 然后成为合伙人 就如我说的嘛 我们现在是全新每个开始 全新每个升级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是全新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才华 又很有耐力 又很会设计的你 然后在我们团队的话 也欢迎你一次 可以把你组地表发到我们的E-mail 那如果你找不到我们的E-mail的话 也可以去点我们的IG 等我你知道一直以来 有很多消费者 都一直想成立自己的品牌之类之类的 这次我将会更加的去 帮你们去实现这个梦想 比如我们想要成立一个品牌 想要知道工作 关于印刷厂 或者是如何去制作 或者整个工序 或者是contact之类的 你可以过来找我 然后我可以在我们地方里面 尽可能帮你去实现这个梦想 买Pick的话 也可以招手办理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Pick的衣服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们 而且之后你们要购买的话 我们也会有更新的设计 哦呀 我们有全新的光网 我们全新的光网 非常的酷 第一个任务我想给你们的就是 这六个月 这大半年里面 我们花了非常多兴趣 去整合我们的概念 想法 设计 风格 方向等等 唯独一个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一个 common ground 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的 slogan 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slogan 是一个好像 Nike的 just do it 一个call to action 这样的一个字句 就是人家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会被激发 会被鼓励到的 刚刚可能解释了大体的整个概念 要勇敢 跳脱数字圈 fearless 王朝 如果我们想了这么多 ok 当中或许有你喜欢的 如果没有话说请 反正你觉得最适合我们的slogan 留言给我 如果你的idea 有人准备我们选中的话 我们将会大大力的奖赏 绝对不会亏蛋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logo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 Batman的萌波这样子 知道总有人在这个黑暗的引导 接下来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舞台的IG 然后我们第一波的这个Wave 1的设计 就会上架了 所以各位小费先 如果你还在的话 立马去到 Mindtrick的这个IG下面 底下有点多多 点击就跟着BiuBiuBiu也好 好 我们很快就见面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IG见面 哈哈哈 谢谢你们 经历了他的过去 嗯 那接下来 就是现在 也希望你们 跟我们一起 一起进展 一起开启的地方 对 以前你们 未来也算有感人认可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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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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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